众所周知,僵尸被火系伤害能烧成灰烬,而被电系伤害能电击成灰烬 同时还能看到僵尸体内的骨架结构 并且僵尸骨架结构还分很多种小体型,普通体型,专案体型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骨架,比如说大头气球僵尸 电击之后,骨骼更早看得一清而楚 气球里面竟然出现一个踩脚踏车戴着帽子的红子骨骼 肚冻鸟 电击之后,只有一个大骨头 蜻蜓 放大仔细一看,你会发现蜻蜓骨架是机械设计的 有一个小僵尸骑着独轮车 大黑牛 体内的骨架结构,有很多个齿轮,是由机械构造的 大头巨人僵尸 身体里有一只火龙的骨架 超级海鸥僵尸 电击之后,超级海鸥变成了一个小体型的海鸥骨架了 僵尸鸡 兵尸鸡 兵尸鸡